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颜值担当迪丽热巴终于露出了双风 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昨天的月 是把她的五胸禁咒解开了 想象一下 沙滩边 潮水轻拍 月光洒在一席印花吊带长裙的迪丽热巴身上 她走在红毯上 裙摆随着微风飘扬 仿佛是一朵盛开的花朵 迷人而妩媚 这一刹那 所有的目光都被她吸引 全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她穿着Louisa Baccaria 2021秋冬高定礼服 花关头饰 玫瑰印花 红宝石耳环 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磨 尽显她的仙气 迪丽热巴身上的这条印花吊带长裙 简直就像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花仙子 气场满满 接下来 大家一定要一起想象一下 迪丽热巴站在沙滩T台上的画面 她手拿粉色泡泡机 微微侧头 风中的长发轻轻飘起 这一瞬间 仿佛整个沙滩都成了她的私人T台 海浪似乎都不忍心打扰这片宁静 那条印花长裙如海风一般轻柔拂过 迪丽热巴散发出的清新气息 比大海的咸咸的味道更加令人陶醉 手上的粉色泡泡机宛如她手中的仙气 为整个画面增色不少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花仙子 优雅而不失俏皮 简直是沙滩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回到红毯上 让我们仔细瞧瞧那条印花长裙 是如何展现迪丽热巴的锁骨线条的 这不仅是一场时尚秀 更是对身材的巧妙展示 裙子的设计巧妙地勾勒出她纤细的锁骨线条 仿佛是艺术家在画布上勾勒出一幅精美的画作 每一部都妩媚动人 裙摆被微风吹动得恰到好处 就像是在舞动的花瓣 为整个红毯增添了一抹浪漫 迪丽热巴的优雅姿态 让人感受到了花仙子的真实存在 不禁让人陷入她的魅力漩涡 而说到双风 这次的迪丽热巴可谓是大胆开放 毫不掩饰地展现出饱满风鱼的性感魅力 这绝对是一场胸以翼融入时尚的胜利 奥运冠军孙逸文也对热巴的这一身材 大家赞赏 表示真好看 毕竟孙逸文这位冠军级别的人物 对于身材的要求可是极高的 热巴的身材能够得到她的认可 可见她的身材实在是一级棒 在这场GQ人物盛典上 迪丽热巴的出场简直是炸裂全场 无论是沙滩T台上的花仙子 还是红毯上的优雅女神 她都以独特的气质征服了每一位在场的观众 锁骨线条 性感曲线 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我们不禁感叹 迪丽热巴这回终于不再捂胸了 而这份大胆展示 让她更显得性感风鱼 花仙子的美丽 不再仅限于梦幻的童话 而是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这次的红毯造型 不仅凸显了她的时尚品味 更是以大胆的性感展现 让人印象深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